交通目規劃在10月要发行国旅券 可以看到这个数位国旅券的面额 一张是1000元 总共将发行120万份 希望能够提动台湾的观光产业 但是这张措施呢 却是遭到了旅行工会全联会 以及平保协会开记者会炮轰 政府暂缓了纾困方案 而是用国旅券来取代 根本是对旅行业者把管 而这笔经费约等于4000多家业者 要来均分每个月1700万元 让旅行社业者怒批 是要如何救观光 根本是用感冒药来治肚子痛 交通部加码推国旅券 每张面额1000元将发放120万份 但中签率仅5% 为此旅行工会全联会 及平保协会开记者会 痛批交通部取消不住 改发国旅券本末导致 政府要挺业者 业者才有能力 有力气来挺劳工 旅行产业不可以锻炼在 我们这一代的旅行业 疫情冲击后禁止出团 台湾观光产业 90%产值蒸发 预估下半年旅行社恐出现 大量倒闭 但国旅券经济效益 算一算等于每个月 1700万元利润 全台4000多家旅行业者均分 1700万每个月 要救全台湾4000家旅行社 请问要怎么救 为什么政府在此时此刻 要放弃旅行业 针对旅行业把管 致4万劳工已不顾 政府暂缓对旅行社补贴 改发行国旅券旅行工会全联会认为 若直接补助20亿元 可出4万团 有80万名旅客 4万辆游览车都能受贿 离市长肖伯仁直呼 就像感冒却拿肚子痛的药 旅行业到8月月份以后 应该是撑不下去了 面对业者反弹 国旅券声浪 交通部长王国才回应 不要还没开始就说不行 但症结点恐怕是政府的不补贴 让旅行社收入选上加霜 记得林瓦翔与台北采访报道